四季之公再次到华中科技大学 发放助学金 学生们脸上的欢喜 也没有以前那般生疏 即将毕业的郭孟元 分享到一位下半生 瘫痪的仿视户 想考心理咨询师 倍感欣慰 他这样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 却不能出去看风景 也不能跟别人聊天 让他就是很开朗 愿意去跟我们每个人交团 而且甚至五一的时候 开朗 发来的祝福和笑话 独大三的谢涕坦诚 以前怪父母 在经济上没给他好的起点 参加慈祭活动后 明白了养育之恩 志工以家庭式陪伴 学生们成长很多 在江西尼春 则继继助学21年 锦思雨深受启发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是要听季思雨说的呀 要为成功 都要用心 不要为失败 找些头 从爱自己到爱大地 发放助学心同时 滋养心灵 大家请问真心美之功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